電腦用的顯示器,尺寸愈出愈大 一般打機用的電競顯示器主流會去到27吋氣跳 如果想用4K解像度的話,甚至乎去到32吋那麼大 我們就要預留一些大一點的桌面電腦空間 其實外國很多遊戲玩家和YouTube景片製作人 已經改用電視機,作為他們新的電腦顯示器選擇 為什麼會有這個趨勢呢?實行起來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現在就讓我和大家實戰一下吧 去到今年,有電視機品牌推出了42吋至43吋的4K旗艦級電視機 不單是解像度可以去到4K 屏幕刷新率更加可以去到120Hz 甚至最高144Hz 可以對應到電腦遊戲的VRR功能 基本上其實跟一部高階的電競顯示器分別不大 而比起電腦顯示器更加出色的地方 旗艦級電視會用OLED或Mini LED背光技術的Quantum Dot QLED屏幕 雖然顯示器品牌都會採用OLED或Mini LED背光屏幕 生產高階的專業或電競顯示器 但產量少,價錢都是天價的級數 舉個例,市面上一款32吋Mini LED 120Hz 4K顯示器 價錢是大概$28,000港幣左右 但若一部用上Mini LED背光的43吋 用QLED電視器的話,價錢只有一半 所以不少人考慮用電視器作為高質素的電腦顯示器 其實是一個隨問有精的做法 除了價錢上的考慮,用電視器作為電腦顯示器都有其他好處 就像我們今次示範用的Samsung Neo QLED QN90B 就有通過Pantone Validate和Pantone Skin Tone Validate的認證 保證電視器呈現到彩通配色系統和膚色色彩 如果想用電視器做電腦顯示器收拾照都沒問題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電視器內置了揚聲器 比起其他螢幕已經方便很多 今年全線Nio QLED還支援到位Ammos 以及QN90B有OTS Light 環匯立體聲效果更加明顯 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全流看片 又或者打機的時候不需要用外置的喇叭或耳機 電視器用途多了,真的可以一步到位 用電視器作為顯示器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大部份旗艦級的電視都有4個HDMI 2.1的插頭 可以同一時間連接電腦、PS5、Xbox Series X和Soundbar 可以全部插好在電視的背後面 每次換Source的時候就不用重新插線了 電腦顯示器的插頭數目相對比較少 大部份都是用DisplayPod去連接電腦 另外就只有一個HDMI去連接遊戲機 而且要留意的是很多電腦顯示器 都是用HDMI 2.0的標準 是對應不到遊戲機的4K 120Hz 除非你特別購買HDMI 2.1的電競顯示器 否則都是發揮不到遊戲機的VRR和ALLM模式的好處 有人會問,放一部42吋或43吋的電視 作為電腦顯示器會不會太大呢? 其實現在電腦用的顯示器或電競顯示器 都有越出越大的趨勢 新的高階電競顯示器 有21比9比例的38吋機款 其實機身的橫向尺寸 和一部43吋的電視差不多 而電競顯示器都有43吋或48吋16比9比例的選擇 和電視機一模一樣 不過電視的用途除了可以打機之外 還可以串流影片和打開Multi View多重視窗 這些都是電腦顯示器沒有的功能 要將電視作為顯示器 可以的話,最好就將電視機靠牆擺放 一來可以拉開電視機和用家之間的觀看距離 二來可以防止電視機意外向後被推跌 這部QN90B的機具其實是金屬造的 本身都已經有一定的重量 就可以令到電視安放在桌面上 同時機背的HDMI接線和電源線 是可以沿著機架的每條坑紋去走 令到桌面可以整齊一點 如果你的書桌不是靠牆 亦可以配合全方位可移動的Slim Fit掛牆架 裝在書桌後面的牆身 這樣使用上面就有更大的彈性 可以調節電視機的高度和角度之外 如果配合2022年新推出的自動旋轉掛牆架 QN90B其實可以支援9比16直導模式 去進行相片或者文件編輯的工作 甚至乎看IG Reels的影片都可以更加配合 說回QN90B的打機表現 43吋QN90B的4個HDMI插頭 其實都可以支援4K 144Hz 用來接駁電腦可以用到144Hz提升畫面的流暢度 而且接駁PS5或Xbox Series X的話 就可以用到4K 120Hz 當年接了遊戲的裝置之後 選擇對應的HDMI信員 QN90B是會自動進入遊戲模式的 遊戲模式的主要作用就是關閉電視機內置的圖像處理器 以及打開ALLM自動低時限模式 令到打機的畫面會減少延遲的情況 當然QN90B的遊戲模式是可以設定自動開啟的 而Game Picture Mode又可以選擇標準模式 對於不熟悉又或者懶得去調校的用家 基本上都可以發揮出不錯的遊戲效果 不過面對一些特殊的情況 例如遊戲本身只有60Hz輸出去選擇 又或者電腦顯示卡的效能 未必是去到4K 120Hz輸出 要有流暢的畫面 很多時都要將畫面的解像度降低 又或者在高解像度的情況下限制刷新頻率 又或者遊戲畫面本身比較暗 這些情況去用手動設定QN90B的遊戲模式 就可以去改善畫面 現在我們就簡單示範一下要設定的數值 在Game Mode設定裡面 它的設定介面叫做Game Bar 平時打機我們可以用Game Bar 去看到遊戲畫面顯示的模式 包括現在在行多少FPS、HDR和VRR有沒有開啟 而上面可以顯示到幾個不同的選項 從左邊看,第一個就是Input Lag 預設是Flag 一般選擇Fast已經很足夠 如果選擇Fastest的話 Game Motion Plus的模式會自動關閉 第二個就是Game Picture Mode 可以按你的遊戲選擇合適的模式 有標準、RPG、RTS、FPS、Sports 按不同遊戲會有不同的色彩和對比度的分別 如果你經常用標準模式的話 之後你可以按Custom 自訂喜歡的色彩設定 第三個是Screen Resil 這個也是整個Game Mode裡面最有用的功能 可以在這裡選擇屏幕的顯示比例 除了全屏幕的16比9之外 也可以選擇21比9或32比9的模式 等同於一隻21比9或32比9的顯示器 基本上選擇後電腦顯示卡會自動感應得到 自動將電腦畫面變成闊屏幕 不過要留意 想用16比9以外的屏幕比例的話 其實只可以接駁電腦用 遊戲機是沒有作用的 第四個Mini Map Zoom 是今年新加的功能 如果你用電腦走32比9比例的話 就可以用遙控器的方向鍵 控制一個像放大鏡一樣的正方形 當正方形去到畫面的位置 框框裡面的畫面就會放大 亦會顯示在屏幕上空白的位置 由於32比9的畫面 其實只是佔了屏幕的下一半的面積 所以這個放大鏡 其實可以把畫面放大一下 畫面都不會起格 當你要打機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來放大地圖 又或者跟隊友的對話視窗 都可以放大來看 第五個是Sound Output 可以選擇遊戲的聲音 在電視機的喇叭 外置Soundbar 又或者經藍牙耳機播放 我自己最喜歡選擇外置的藍牙耳機 因為這樣就不需要買專用的電競無線耳機 打機的時候也不會坐到家 第六個是Help Guide 不適用的話可以在這裡找到有關的資料 最右邊第七個叫Game Mode Settings 可以手動設定Game Mode的功能 包括有Dynamic Black Equalizer 設定畫面的黑色 是否足夠顯示遊戲畫面的暗部細節 太多的話會令畫面過綱 所以設定中有0至5共6個設定 下一個是Game Motion Plus Settings 裡面有功能的開關 開啟後畫面會提升遊戲的清晰度 玩RPG或者FPS遊戲效果就會更加明顯 Brain Reduction 是當有一些快速移動的畫面 是可以減少遊戲畫面的無緩 它的建議數值設定是0 因為畫面在60Hz或者120Hz的情況下 已經相當穩定了 Jetal Reduction是減少遊戲閃爍的情況 建議數值是10 確保遊戲畫面不會閃爍 LED Clear Motion 就是用來調節LED背光的強度 減低背光的強度 是可以保證天空比較光的畫面 細節是可以看得到的 用了Game Motion Plus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一些遊戲 只能在解像度或者效能之間二選一的話 如果沒有Game Motion Plus幫助 我們會偏向選擇效能 希望維持一個較好的流暢度 但有Game Motion Plus幫助 遊戲可以選擇高解像度的運行 就算畫面跌到只有30fps 透過Game Motion Plus 都可以加強遊戲的流暢度到60fps 對一些電腦顯示卡能力不夠的用家來說 就可以有一定的補償 這一點電競顯示器 都未必有這麼細緻的設定去幫助 其他有關Game Mode的設定 還有HDR Tone Mapping 裏面有HDR 10hz的遊戲支援 雖然現時仍未有支援HDR 10hz的遊戲和主機 但可以選擇Advanced Mode 可以提供比Basic Mode更好的HDR表現 而Game HDR會提升遊戲的對比度 和陽光下的真實感覺 除非遊戲的HDR畫面出現問題 否則是可以長開的 至於一些進階的設定 例如畫面光暗、對比度、LED背光、強度和色溫 都會對不同遊戲有不同的影響 如果你有需要 其實都可以出畫面設定 去慢慢調校一個最合適你自己的畫面設定 介紹過Game Bar內不同功能和設定是怎樣用後 相信大家都有一些概念 有些功能在電腦顯示器是比不到的 例如32-9模式和minimap zoom功能相當自由用 另外對於低格數的遊戲 其實提供了畫質補償的Game Motion Plus 打電腦遊戲都會有實質的提升 除此之外 QN90B是有Multi View的功能 可以加入兩個畫面同時使用 一邊可以選擇HDMI輸入遊戲畫面 另一邊可以打開另一個Source 除了HDMI之外 其實可以在第二個畫面上 打開YouTube看攻略 又或者在電腦上進行遊戲直播 亦可以將手機的屏幕投射到第二個畫面上使用 用來看著直播和觀眾的留言 可以增加互動的效果 Multi View這個功能對QN90B作為螢幕時使用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功能 講述我們試用完QN90B作為電腦螢幕的感想 首先分別最大的是 在4K解像度、43吋畫面下 可以有效進行多視窗的工作 不會開多幾個程式都會有不夠位用的情況出現 第二樣就是HDR效果 雖然很多顯示器都開始支援HDR 但它最高亮度很有限 去到顯示器HDR600已經相當不錯了 不過QN90B的畫面亮度 就可以達到1000個CDM²以上 除了打機之外 亦足夠進行影像多媒體創作的需要 至於聲音方面 會在選擇電視以取代電腦顯示器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電腦顯示器很多時候都沒有來自揚聲器 就算有,音質都不太好 尤其是低音其實不太足夠 打機的時候 只能夠用耳機或者接駁外置的喇叭去用 但電視就有內置音質不錯的喇叭單元 QN90B更加對應 Dolby Atmos 解碼和播放 如果家裡有Xbox Series X 打機的話 大部分遊戲都會對應 Dolby Atmos 聽起來你會覺得有一定的包圍感 音場和定位都會比以前更加之好 打機看電視時就會比較方便 好了來到最後 如果你問我打機用 QLED 還是 OLED 好嗎? 兩個技術其實雖然各有特色 但這個 QLED 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長時間使用的話 OLED 電視是會有保護的機制 用來減低對屏幕出現燒印的機會 所以其實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活動一下畫面 否則畫面是會變暗的 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會造成一定的群妖 另外 OLED 的亮度仍然不及挑LED 特別是RPG 遊戲很多時候講求畫面氣氛 會營造得比較暗 電視機不夠光就會失去一些畫面的細節 同時高光度下 HDR 畫面會比較華麗 而且有種陽光的溫暖感 當然 Mini LED 背光的 QLED 都有去的問題 好像在關燈的情況下 看純黑的畫面物件移動的周圍會有一點光雲 不過其實這個情況是極端情況才會遇到的問題 整體來說 用電視機做大畫面的顯示器時 性價比其實會比高級顯示器高 功能更加齊全 這個玩法是值得推廣的 好,今次試用Samsung QN90B 就來到這裡 下次我會跟大家再詳細試其他產品 再見 再見